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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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必这位陈牧师也是很有故事的咯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们还等什么呢 赶快去看看吧 现在就一起到台中的开心农场 去拜访这位陈诗景牧师吧 请看 台中盘子行道会的陈诗景牧师 常常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 受他帮助的孩童们都昵称他是牧师爸爸 几年前教会在陈牧师的亲自带领下 重建了一座以帮助弱势孩子为主的花园 还提供给身心障碍的孩子 免费来这里学画画 使得这个用爱和艺术灌溉的花园 充满着温馨和感人的故事 当孩子他真正的把他自己的感受 这个想法画出来 而且从以前他们刚开始来 到现在他们画画的色彩颜色 从以前比较深灰暗的那种色调 然后慢慢变成这样亮起来的 比较开朗的颜色 那真的是非常感动 因为好像我们 我们好像一起享受了这个地方 带给我们的那种生命的那种喜悦 是让我们内心深层的一种满足 对我来讲我很开心 我自己也享受在其间 因为每天来这里 蚕生 然后微风 然后绿色的这个景色 漂亮的这个花朵这样子 真的是很舒服 就蚕 这样子蚕 那羽化整个过程 我们都有拍下来 我现在来到台中市的弹子区 这里有一座如诗如画的美丽花园 常常看到人们在这里聚会 讨论着如何帮助贫苦的孩子 同时呢 也有一些弱势家庭的小朋友 在这里上课服 学才艺 更有身心障碍的孩子 每个礼拜都来这里学画画呢 是谁让这座花园这么样的具有特色呢 答案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陈诗景牧师 这个就是我们的开心农场 我们在周围有挖那个光盖渠道 那就是让他们自己耕种 所以我们这里的那个开心农场的那个农户 有的是完全没经验的 所以你会发现会种的人 种得很好 不会种的人他可能还在学习 所以种的就是不是那么好 陈诗景牧师今年45岁 出生在台中神刚的一个小村落 四个兄弟姐妹 她排行老三 家庭经济情况不是很好 我小三年级的时候 爸爸因为外遇而离家 妈妈和大姐挑起了养家的责任 生活中总觉得有一份缺憾存在 18岁那年 诗景成了基督徒 大学毕业后 他在一间高职担任教师 之后他辞去了教职 进了神学院 成为一位传播福音的神职人员 我父亲是土木建筑工程的包商 那我母亲以前是做那个衣服的 然后因为我妈妈有一点精神上的问题 所以在我婆小三年级的那一年 他就外遇离家 我那时候一直有很深的那种怨恨 一方面我觉得是不是 是不是我自己做错了什么 让父亲不要我 另一方面又觉得 为什么父亲要离开之前 都没有跟我们讲任何的话 就突然间不见了 就突然间变成没有父亲 所以就从父亲离开的那个阶段 我就变得非常的自闭 非常的内向 然后就开始渐渐的没有什么朋友 在世上你认为什么能够让你快乐 每一个人稍微想一下 什么东西可以让你快乐 我们画画学会的朋友们 大概是画画的时候很快乐 对不对 喜欢 换你玩乐器的时候 他就很快乐 这个让音乐 从那个手指之间 从那个什么 嘴巴的里面 突然音乐就出来了 让人家洗了 还有吗 什么让你洗了 打球打赢的时候 全国比赛 最后一球 蹦 全场为之疯狂 对不对 施景在单亲家庭中成长 学生时代就要打工 来赚取学费和生活费 日子虽然过得辛苦 却还是以爱心资助了一位国内的清寒的孩子 这种关怀的行为多年来一直持续不断 他在民国85年结婚后 生了三个孩子 另外又任养了国外三位平童 他深深觉得可以帮助处境和他一样的孩子是一种幸福 以前我很自我中心的 我不会去想到别人的问题 所以我虽然表面上做得很好 可是我的内心是非常的自私 非常的希望 别人能够重视我 在乎我 了解我的感受 可是我从来不会去了解别人的感受 那所以慢慢的在信仰中生命改变 然后当台中市有一群教会开始做 科后生活辅导班是针对弱势家庭的时候 我自己有感动 因为我自己是没有父亲的人 当初我就是在一个没有人可以帮你扶持我的那种状态 如果那时候有人稍微扶一下 我就不用多走很多年那种 在内心中充满仇恨的那种生活 小朋友稍微注意一下 老师要复习一下平常你们学的那个品格 预备 起 不要说实话 无论有花 我要学习人 这个风景如画的花园 是很多人梦想中的悠闲花园 不过你能想象吗 这个地方曾经荒废过一段时间 占地三千多坪的土地上 竟是一片荒烟蔓草 地上的建筑物也是破烂不堪 施景带着教友和客服般的孩子 用他们的双手 花了很长的时间 才把花园改造的现在看见的模样呢 你看 那边有 又来了 谁啊 好玩哦 这帘子啊 就是帘子啊 可以吃啊 这帘子啊 可以吃的 对 这很甜的啊 你们摘开现吃 现吃给他拍 嗯 好甜哦 那一粒比较苦啊 你看就知道 可以哦 它的比较苦 好吃 还不错 有点甜甜的 还蛮好吃的 这个 还好我没有一口咬下去 不然莲子就在我身体里发芽了 那时候这里是餐厅 我们会带来这里玩 直到四年前 我们发现这个地方荒调了 我们就跟业主联络说 你们这个地方荒调我们可以帮你整理啊 那我们就跟地主签那个租地的合约 刚开始的时候这里的草都长到细开这么高 志工大概来了四五十个人次这样子 一直割这里的草 所以我们割了这个一整个月 每天几乎都有人在割 终于把其中一部分割出来 这里挖开 然后再挖深一点 陈牧师啊 自己也要帮忙除草 旁边有两位学生 是专程来帮孩子上课业辅导的 其余的孩子呢 则是到各个角落去学习农作 我也来帮忙吧 我来可以吗 好 很多排水沟已经都堵塞了 所以我们要去挖排水沟 挖排水系统 然后布袋帘长满了 所以我们就要去捞布袋帘 那个树长得乱七八糟 光聚完的树堆起来 就是一层楼这么高的树枝 本来那个屋顶都破掉了 然后有被人家破坏的 这个厨房的器材 然后窗户什么的 慢慢修慢慢修 花了大概半年的时间 然后慢慢的有一点样子 我们有一个客班的爸爸 来这里看到那个草那么长 他觉得孩子如果进去 如果有蛇有什么的话不安全 所以他就工作完了很累 但是他每天来割大概两个小时的草 就是下班完 全身很脏了 然后再来背割草机再更脏一点 然后呢不仅自己来割 后来又找了他的朋友一起来割 因为我们不是盈利组织 我们没有很多的钱 所以我们都只能够靠志工 然后用不用花钱的方式来整理 谢谢大家 你们辛苦了 好来 上树 不要跟我抢 这些孩子跟小猴子一样 都喜欢爬树 果然是同心未敏啊 我也跟他们一起玩吧 好厉害啊 哈哈哈哈 玩得好开心哦 那我们希望孩子在这个美丽的环境 他们可以自由的游戏 刚才我们孩子有去爬树 大家有看到 然后我们这里有莲花 有莲子他们可以采来吃 然后后面有像那个有那个葡萄柚 他们今天早上才分享 那我们社区有很多居民 其实在我们做这个区块的时候 他们有看见 他们就一起参与在其中 这种是我们中部人比较会吃的 麻烦 还有茄子 辣椒 玉米 我本来也不想租他们 我觉得他们好像这个不太可靠 谁要租给他的 前一天晚上 我专程跑到他的那个教会去 就在那个圣地路那个去 我到底你们这个教会 是凭什么能够生成 你要租我这块土地 那你要干什么用的 我也很怀疑啊 所以我那天晚上还慎重几件 我要专程跑到他教会去看 我觉得很感兴 因为他们就给学生做这个 这个辅导用的这个 科学辅导的 而且还听说是免费的 还有提供这个 给这个洛宿资金 还有晚餐的 我爸听了我的意见以后 他也觉得说这样很好 很高兴哦 生意盎然的花园 可以为人们带来无限的希望 在一次因缘际会下 施景把他的关怀 触及到身心障碍朋友的身上 他无条件的提供场地 给美术老师 在这里教生障孩子画画 不久呢 陶艺老师也来教孩子学陶艺 整座花园呢 不但就此弥漫着浓浓的艺术气息 更不时展露出生障小艺术家们 坚毅无比的生命力 来来来 这个花很特别啊 那我跟蔡老师联完之后 才知道她是在做 这个身障的画画 让他们能够用画画来代替 他们说话的这个部分 我非常感动 那时候我就同意答应 这个蔡老师可以来使用这个场地 那后来我才发现 我对这个身体障碍的 这个这些朋友完全不认识 那个他们上厕所 有什么困难我也不知道 他们经过门槛会有问题 这个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们就修了一下 我们前面的那个马路 所以目前我们还不算无障碍空间 我们是很多有障碍 但是他们克服了 应该讲我们的蔡老师 他们克服了空间的这个问题 那我们也是尽量配合能够做到的 我们就尽量地做这样子 这是我们细辟的孩子画的 展示一下 我们会把二三十张 把它摆成一幅画这样子 嗯 不错耶 他自己画的 看着荷花池写生好丰富哦 你要拿笔的时候是怎么样 好 然后再这样慢慢画 慢慢画 一笔一笔给我 真想不到这么多身上孩子 其中有自闭症 脑性麻痹等等 都能够专心地完成画作 虽然不尽完美 但真的很努力 你看这里有各式各样的画 这些画的主题都是荷花 孩子根据时节来写生 我的感觉是说这个环境很好 就是说大部分都是一般人的 一个活动场所 伸脏者到这里面来的时候 就是一个融合的小型社会 而且是很自然的 让伸脏朋友好像置身在郊外一样 甚至我们一般人也有很多的挫折 那你看看障碍朋友 就这么困难的那个状况里面 他都能够做出这样的一个作品出来 那我手脚都好好的 做其他的事情应该轻而易举 相对的伸脏朋友 他会增强自己的自信 像洪达这样一个孩子 三年都没有出来过的 他突然间到这个环境来 他也觉得很享受 就像到外面郊游一样 我想这个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地方 坏河 你这个画什么 也是画核花 哦 画核花 你的核花的叶子是长在什么地方 长在 核池里 长在水池里 画得不好 画得不好 不会啦 很好啦 他每次画图就是很可爱 然后你看他还画得硬丢 他还画得硬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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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人常常会觉得自己好像走到了镜头 好像不知道要做什么的时候 发现自己还有这方面的用处 那其实我来这里是孩子给我的比较多 孩子给我很多的信心 平常暑假他可以睡到中午自然醒 可是只要星期二哦 他早上八点自己就醒来 都不用闹钟哦 我有看好不要 你有让我看手表 可是手表不会叫啊 妈 这个是见风的 如果没有这样的孩子 也不知道我的孩子为什么会这么难带 因为我看到我孩子在溪的那个悬崖的地方 我想说我孩子怎么站在那边好危险 要去拉他 结果我看到我孩子是这样子两手晃着很高兴 笑得很开心 我顺着他 他很开心的那个看下去 我想完了 三台电视都在下面 糟糕怎么办 后来一台音响又不见了 后来瓦斯无言被他毁掉 真的是一个破坏力很强的孩子 这个是唐宜的奏品对不对 唐宜 唐宜你画什么 荷花 唐宜你画什么 荷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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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哦 对对对 心理上不是累 其实是很苦 就是上天赐给我的一个功课 而且我觉得我们人要学习像他这么的单纯 其实也不简单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自己也内心太复杂了 有一些负面的想法 然后会抱怨很多事情 好像 就 不会讲了啦 不会说 这些伸张朋友喜爱来这里学画画 除了有老师的教导之外 还有家人的陪伴和协助 一起成长的足迹 这幅是他画的 画得好吗 画得好吗 很好 好 来这边是受到蔡老师的感张 他有那种心 我们就是随着画画协会这个团体 就来这边算做义工 教一些圣诞的小朋友 自己所觉得奉献出来 其实创作也会让人家忘我 所以我们觉得说 来到新田其实是 可以达到忘我 人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忘我 那我想这里面呢 就是路师带给我们 这么好的一个情绩 让我们可以享受这一切 也享受上帝给我们的一种爱 直接就把这个图把它搓成泥条 这个环境给我们最大的一个帮助 就是让我们开阔我们的视野 我想我自己的家庭也是一样 如果我没有出来去看到 竟然有一群有很有爱心的人 在我们社会当中 我如果把自己 关在我自己的家庭里面 那我永远是那个样子 可是当我出来接触了 一群有爱的人的时候 就变得不一样 我相信新田还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而是这一群有爱心的人 当他们彼此在一起 彼此鼓励 彼此帮助 愿意去爱人的一群人在 如果你不知道有别的地方 那我可以介绍新田 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方 我们非常欢迎你来 邀请你来 来到我们的中间 一座美丽的花园 蕴含着陈诗景牧师的许多梦想 以及愿景 这里并不是一个营业的场所 而是一个爱心汇集 自由开放的空间 欢迎任何人来这里接近自然 贴近土地 学着开放胸怀 了解弱势家庭 以及身心障碍孩子们的需求 发掘他们无穷的潜力与才华